基本上在云端上都有了,就这一段,P字筛选,然后有个清单 这边有个清单,然后栏位,所以基本上改了哪些东西呢? 基本上最后因为清单过来的话,就是本来是A,A2 另外这边的话呢,是从哪边取得,那如果是那个业务的话是变,本来是A,就是这样一个A,然后双引号 把它改成清单,那这边是本来是3,把它改成栏位,自动取得 那其他的话,我这边有改了一个R,这个R指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R,将来我在这边会有个Status Bar 所有Status Bar,像你们可以看到,执行的时候呢 他会有在下方这个地方会出现这个,目前进度总共几笔,进行几笔有没有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所谓的Status Bar 但是,虽然说 看不太清楚啦,虽然小了一点,但是还是聊胜于无吧 至少说,如果将来你要看一些,比如说像什么筛选客户跑那么久 至少 在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 他总比你什么都没讯息,一直卡在那边,一直转转转,来了好很多 所以以后的话,如果假设,你希望呢,让那个你的城市里面 感觉更友善一点点的话,你可以 记得在Application 一样是Application 因为呢,整个Exale,它就是一个Application大的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有一个属性 决定它的那个,下方的那个状态列,叫Status Bar 里面的话就是目前进度,所以我这边会把R独立出来 就是R减1 为什么,因为现在从第2列开始 所以,如果你现在进行的比数啦 要减1就是从第1比 然后进行多少比,有没有,也是减1 好,进行的比数 利用这样的方式呢,你可以让使用者 比较清楚知道说 目前的进度状况 OK 那这个方式是,应该是算最简单的,就是加一个Status Bar 那如果你要把它叫出来,非常简单,不用10倍啦,就是Application点 这边有个Status 你就大概记个ST吧 Status Bar就出来了 OK,Status Bar空一格 然后面的话,你就把那个你要的讯息全部打在后面 那Status Bar执行,它就会自动去怎么样 去帮你更新那个讯息 在回圈里面 OK 其他的话就是用呼叫的 做完之后,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呢,我们再来就希望怎么样 把它做成所谓的那个 一个下拉清单 这太多了 把它改一下,改成筛选业务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 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 我给各位看到的就是说 在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里面大概就四种好了 比如说你点第一个按确定 那他就是去筛选业务 去哪边执行呢 直接在我们的那个表单上执行 那建表单我们前面讲 有做过 不过 我现在等于是简单复习一下 插入一个所谓的 一个制定表单 那我习惯会先从 外面这个表单先做起 名称我习惯会把它改一下 叫做Home好了 Enter 这个名称叫Home 然后呢 这上面要叫什么呢 也许叫做 快速分类范例 然后请选举分类项目 等等 类似长这样子好了 那我如果要快速做的话呢 第一个 把它的caption属性 插入一个什么 制定表单 然后呢 caption属性的话呢 比如说这边改成叫做 快速分类 范例 OK Enter一下 你的那个左上角就变更了 所以 这个表单大概会更改几个 一个是name 一个是caption 再来的颜色部分 我如果想要改成像那个 我们看到画面这样 有点像是浅黄色的话 那我可以在 backcolor的地方 就是name下面这边 把它改一下 改成 浅黄色 浅黄色 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上面呢 点一下那个 标签 拉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要显示 成为什么呢 类似像我们云端上看到 请选举分类项目 类似像这样 然后红色的字 大小大概长这样子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第1个就是 把这边 它的那个label name不用改 因为将来我不会去动到里面的东西 要把caption 改成什么 根据这个样 请选取分类项目 OK字打上去了 再来怎么样呢 字太小 所以下方有个fond 把它改一下 大概改18好了 大概 18好像太大 再改 改14就好了 OK大概这么大 那颜色的话呢 我希望是 红色的字 特别注意 刚刚是back color 因为这个是 fond color 前景颜色 所以在fond下面这边有一个 找到调色盘里面的红色字 字就改了 OK 大概是这样的 其他的那个元件用法差不多 下方增加一个下拉清单 所以请你把下拉清单拉一下 大小的话 你自己决定 反正 只要摆的话不要摆太难看就可以了 OK 然后再加一个按钮 按钮的话 命令按钮按下去 好 那这个按钮的话呢 长得也类似像这样好了 有一个确定 然后底下是黄色的 所以呢 caption部分的话 把它改成叫确定 Enter Enter一下 姿态小怎么办呢 没关系 phone 按一下 大概也差不多14好了 然后 颜色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 看要不要换 一个颜色 预设是 这边是黑色的 那我底色改一下 back color 改成什么呢 改成黄色的 这边的话 back color部分的话 改成黄色的 OK 大概长这样子 那我希望呢 当它跳出来的时候 下面呢 可以有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里面呢 就放清单里面的什么 这些字 就是 这个清单里面的什么 产业务到客户名称 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做呢 基本上 做完之后 再来撰写成事 什么时候 资料放进去呢 特别重要 表单点两项 当user phone怎么样 被click吗 click不对 应该就是 当user phone被 activate的时候 做什么事呢 这边有个事件 特别注意这个就是事件 当表单被 启动的时候 做什么呢 帮我把清单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一个东西里面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称 预设名称叫 combo box 1 不过我建议名称改短一点 cb1 cb1 cb1的话 比较好打 当他怎么样 启动的时候 你就做什么 cb1 点 里面加清单的话 他有个方法叫 add item 给什么东西呢 给业务 你就分别 把这个业务啊 等等的 打上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云端上 我有放 其实就是 当他user phone 我这边是cb01 当这个 表单怎么样呢 被 启动的时候 把那个cb cb1 1 里面呢 就放这些 那你启动 因为 当表单启动的时候呢 会触发 Altimate事件 就自动增加这五个项目进去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下拉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下拉清单 就会自动加进来 好 不过就有同学会 会问说 老师可是 你现在呢 假如这边又增加一个项目的话 那这边会不会新增进去呢 应该是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add item 是写实的嘛 同学会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以后呢 如果我又增加一个项目 他这边也会自动增加 那这样不是更好吗 对 这是 好问题 但是 怎么做呢 OK 这才是 要想想看的地方 当然 在VBA里面 你想得到的 其实应该都办得到 只是说呢 你要去想一个好方法 那个好方法呢 又不难记 又直觉 那又可以达到你 城市活的目的 不知道怎么做 这请各位 可以想想看 现在非常简单 For I 等于什么 一到 那个最后面 最右边一栏 最右边一栏 对不对 然后去抓他的 第一列的 那个东西 放到那个 我们的add item 里面去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呢 无论说 你最右边一栏 是 有多少栏 反正我都无所谓 我都会自动去抓过来 OK 因为你新增的 没关系 我不管了 反正你 我就是抓 你最右边那一栏 到哪里 我就通通帮你丢进来 这样你可以试试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快速做个表单 大概 我想就照我们云端上面这样的方式 只是说 这边呢 可能等一下还缺一个 就是说 我最好是可以有个 那个状态列 比如说客户名称 它跑很久嘛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就是 当它跑的时候呢 那个状态列呢 它会自己显示出来 让你感觉 更有质感一点点 OK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等一下再来讲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